第32题 动能加重力卫能的总和不变 称为力学能守恒 机械能守恒 所以选项A说 动能和卫能的总和不变是对的 选项B 小球在A点时 其力学能等于卫能是对的 因为在A点是静止的 所以没有动能 所以它所有的力学能就只有卫能 然后呢 所有个点的动能加卫能的总和是不变的 选项C 若在B点的高度为0 则小球滚到B点的动能也是0是错的 如果设B点的高度为0 是它没有卫能 重力卫能为0 但是呢 它会有动能 在A点的卫能会滑到B点的时候 卫能会完全转换成它的动能 所以在B点的动能不是0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珠 小球在C点的动能比在珠点的动能大 这个是对的 我们动能加卫能等于定值 总和不变 力学能守恒 C点的高度比较低 所以重力位能比较小 所以动能就要比较大 所以 珠小球在C点的动能比在珠点动能大是对的 因此32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若B点的高度为0 则小球滚到B点的动能也是0 C点的动能比较大